所以七个执事 然后注意听 七个执事的特质是很重要 圣经特别强调这个 第三节这里说什么 他们有三个特质 有好名声 第二什么 圣灵充满 第三 智慧充足 各位我们来思想这个东西 我常常讲这方面的道 但是我们今天明白 这个背景我们来思想 为什么先有好名声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两组的人 都有矛盾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要选招人的时候 一定要这两组人都心服口服 看到这样可以 不管是希腊 或者希伯来犹太人 看这样的人可以 还有爱心 有智慧 有生命 我们可以接受 所以 他一定有一个好名声 有些人 是只有在使徒 在牧师 比如说在牧师面前 有好名声 牧师很喜欢 但是 在弟兄姐妹面 臭名 每个人不喜欢他 所以这个大家都会知道 现在你要处理 这么复杂的事情 有好名声 然后特别 各位 在这个地方 第五节 你等一下会看得到 这七个执事的名字 我先讲 其实都是 希腊名字来的 希腊名字 各位这是一个智慧 对不对 因为各位你会想到 所以 这个七个执事 想必他们都是 希腊信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埋怨的是谁 发言员的是 希伯来信徒 还是希腊信徒 希腊信徒 希腊犹太人埋怨 对不对 所以这主人埋怨 然后又有希伯来信徒 对 希伯来犹太人 你们觉得当时候教会 希伯来信徒多 还是希腊信徒多 所以圣经没有讲 但是你们觉得呢 希伯来 对不对 因为在当地的人 对不对 土圣土长比较多 希腊是远方来 但是现在希腊人 希腊信徒的情况 利益受到触动 所以现在选的都是 希腊信徒当中的 有智慧 有圣灵充满的 所以这也显示出 希伯来信徒的一个爱心 对不对 因为你们被忽略了 好 你们选出 你们当中的人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看他们做得很有到位 因为知道这主人受屈 觉得不公平 所以很公正 很有爱心的一个做法 但是也很重要 还要有一个条件 对不对 因为现在是做主公 不能只有好名声 所以做主公的一定要怎样 圣灵充满 要智慧充足 所以现在有这下面两个特性 圣灵充满与智慧充足 两个特性 我是一起讲 因为这两个特性 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才能把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 能够处理得好 其实有圣灵充满 有智慧充足的工人 是不容易造的 不容易造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各位 当我们说圣灵充满的时候 一般上是指 我也相信在这个地方是指什么 一个非常有属灵的人 非常懂得神的心意 也特别什么 我们讲圣灵充满 想必这样的人 对神的道很认识 对福音很认识 所以我们会看得到 在执事当中最优秀的是谁 尸体反 对不对 尸体反各位会看得到 之后他的殉道 对不对 他被抓拿 然后殉道 然后之前 他殉道前把福音讲得这么的清楚 所以教会的服事 不是单单找厉害搞人际关系的人来 但是不属灵 你会搞人际关系 你不属灵 你很难做圣工的 因为为什么 你要帮助一个人 对不对 你很多时候 你也发现 你要判断他的生命 有时候你还要给他一个眼光 你不只是说 他有需要给他钱 帮助他 有病带他去看医生 你还要跟他查验主的美意 对不对 很多时候你要兼顾他的信心 教他的信心是放在神 不是放在人 或者放在医生 还是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 是需要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来做的 你们明白吗 连你要辅导人 什么 你是用世界的辅导学 还是你用圣经 你懂得 用圣经的 一定是圣灵充满的人的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现在要处理的是很多 很繁杂实际的问题 也很复杂的人士在其中 你需要什么 智慧充足 我是发现里面 发现教会里面 其中一个最需要的智慧 是什么智慧 就是管理人的智慧 你与人一起服事的时候 你有智慧的话 你有智慧的处理事物 这是很重要 我们会发现 教会里有时候 有一些人做事很厉害 也很快 但是一根人在一起做事 就给人受伤 你们有发现 或者也有一种 因为怕给人受伤 所以不要给人压力 你不能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做 你也不能 没有关系 我做 全部自己做 做死你的 所以 你就发现 这两种都是什么问题 智慧缺乏的问题 你跟人在一起 你拿捏不到 你不懂人的心 不懂得 给人 看见 主的美意 不懂得 勉励 鼓励人 也不懂得 给人 有时候一些 甜蜜的压力 要甜蜜 没有压力 怎么会 一定要 适当的 有一些压力 给他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服事主 也都有挑战的 对不对 我们一起做 所以这些 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 是需要智慧的东西 有智慧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找到 有智慧充足的人 要圣灵充满的人 有属灵的眼光 明百神的心意 这两者在一起 找到的 很难找的 真的很难找的 通常这样的人 有 智慧有很多 搞人际关系 做世界东西 很厉害 一来教会 要做他那一套 马上就做不了 对不对 因为在公司里面 你是给人薪水 叫人做工 在教会里面 你是用你恩典的言语 用言调和的话 用爱心来这样 来教人 自愿甘心 为主做工 这又不一样 所以教会工作 谁要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没有羡慕上公 你不会做的 你不爱人的生命 不会做的 教会的工作 不是你 你一起服事 来一起服事 你要看什么服事 有些我在讲 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的东西 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一个主日学 你看 主日学 来了 有三班 以后要四班 有主日学 有些父母 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小班 我觉得我的孩子很成熟 比一般的孩子成熟 我要他上大班一点 你要怎样讲 不可以 The law is such 你的孩子还没有到五岁 不可以 就是这个班 你这样说 这个教会这样 我不干了 有这样的人 人也有这样 也有 那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 可以 每一个父母来 他的也去 我也要这样 教会怎么办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怎样的 做这个事工 你要理解父母 有时候理解孩子 也要跟父母懂得解释 很多的东西 不是这么直接 我明白 我跟同学们在一起 不是一直要把这个精神 怎么办牧师 这样也不可以 那样也不可以 我说靠圣灵就可以 智慧充足就可以 那怎样才是智慧充足 你自己祷告 如果你不会 就是你不能做圣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了解吗 我又不是神 但是智慧从祂来 情况也是神给 答案 那个钥匙也是从神 就是你祷告不够的问题 或者你读经 原则掌握不够的问题 就是这几个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在这个复杂的情况 使徒们有智慧 就选出了 他们怎样 在你们中间选出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 使徒们 他们是何等有权柄的 OK 全部安静 你 你 你 来 不是主 有没有这样 没有 使徒们不是这样 使徒们 OK 好 我们 祷告了 请你们 在你们当中选出 所以 这个不是一个独裁 我说了算 我定了谁 就是谁 不是这样 使徒们是 弟兄们 好 你们 在你们当中 我们一起祷告 选出 合一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 也有参考 众人的一些意见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做领袖的 就是不要受人影响 你决定就是 我们又不是神 所以有时候 也要参考众人的一些意见 看法 然后考量 齐全之后 然后才选出来 才做的决定 你们了解吗 所以每一句话 你要读到那个地方 有些人也不明白 这个就滥用全病 所以也带来教会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